属兔的人要罢财了,在十月中旬开始,喜事不断财运大爆发,从此摇摆越来越古,属兔的人在近期福气非常好,而且还会有非常多的喜事找上门,让属兔的人整天笑呵呵,在财运上属兔的人也会大大的发一笔,成为不缺减花的人,有了发展机会就要抓住,这样才可以有一天一飞冲天,成为真正成功的人。 属兔者工作与感情结有斩获期,事业与追求爱情变形,街交重要人士,有助你的事业发展,恋爱上,你找到在事业上志同道合的另一半,对方的支持你觉得自己很幸运,单身的人,受到上司或高层人士的掌识,可能发展感情哦,创作力受的压抑,只要能在环境上有所突破,将会改变, 虽然不至于能马上激发很棒的想象力,但至少不会继续闷着了,试着放胆突破吧,正才乐观,意外之才辞之,一见好就收,不可贪刀追逼,反而无法抓住真正的获利时机,时常助人行善,福报也是无形的财富窝,属兔的人要罢财了, 在十月中旬开始,喜事不断财运大爆发,从此摇抱越来越古,属兔的人在近期福气非常好,而且还会有非常多的喜事找上门,让属兔的人整天笑呵呵,在财运上属兔的人,也会大大的发一笔,成为不缺钱花的人,有了发展机会就要抓住,这样才可以有一天一飞冲天,成为真正成功的人, 属兔者工作与感情皆有斩获期,事业与追求爱情并行,街交重要人士,有助你的事业发展,恋爱上,你找到在事业上志同道合的另一半,对方的支持你觉得自己很幸运,单身的人,受到上司或高层人士的掌识,可能发展感情哦,创作力秀的压抑,只要能在环境上有所突破,将会改变,虽然不至于, 能马上激发很棒的想象力,但至少不会继续闷着了,试着放胆突破吧,正才乐观,意外之才次之,一见好就收,不可贪刀追逼,反而无法抓住真正的获利时机,时常助人行善,福报也是无形的财富多,生肖兔之人,十月急心照样,受好运影响, 有望运改之前一个月难有大喜事,运势闭塞的情况,见识运势红到八字,亨才加深,贵人如鱼,另外对于一部分属兔的朋友来说,事业中早期发展产可较多,但是只要不断设法提升工作效率和能力,逢流年级性进驻财博,今后容易升职或是取得理想的业绩, 财源,小级,本周成绩中带凶的运势,在钱财上表现未财大招灾,一级赚钱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,但你会因钱多而生活事,大有损耗,事业,小级,本周工作方面积极主动,算于给同事排忧接纳,在工作上议的成绩,是领导的好帮手,但不可夸张形式,慕容无人,爱情,中平, 本周单身的朋友,可以独参加一次社会活动,独跟异性交流,以婚人事可适当注意言行,寓意性保持距离,以免陷入三角链的纠缠之中, 人缘,小级,本周院人缘一般,要有一颗平常心,要心胸宽广,要会说好听话,同时还要学会八面玲珑等等,能够在商场与职场中取得好成绩,消除许多烦恼,住院属兔的朋友,财神亲自来送佛快来接喜纳福,也请你们替身边属兔的家人和亲朋好友,送上最亲热的住院, 好运用相伴,安全吉利,有好运,方可服务双全,有安全,方可圆满高兴,有吉利,方可美好长远,喜悦喜气与兔朋友相随,点下方,可把喜气藏起来,运气这东西真是说不准,一时这样,一时那样,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, 这手链是专门针对性化解,2018年有损福报,运气的凶星道,可以改善运程,弥补流年即兴不强的缺失,缺散你周身的负能量,让你运气慢慢恢复,变得好起来,也可以帮助你扬长臂短,新人脉,那吉祥,招财员,望事业的功效,点击下方蓝色字体,生肖图本命风手链, 拆开属于你的本命磨开光吉祥物,拥有它你将会使得一生剧菜手材,顺利平安,消责免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